最后一个问题 五号 其实我想问的是 在我们关系在磨合当中 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会去主动解决吗 或者说为了解决问题 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 我不会跟你争吵 我会先认可你的情绪 然后我之后会找 合适的时机我们再沟通 就是聊一聊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然后我看看我怎么想的 我们两个之间有 之后是多久呢 现在的问题 难道不要现在解决吗 对不起 我想问一下最后五号 你最后要确认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男生会不会在关系当中 主动地去承担 解决问题的那个角色 我会主动解决问题 只是如果说我在想 而不是说单纯地去联络 就联络这件事情谁都会 但是说去承担解决问题 这件事情 就是需要点勇气和能力 这个事吧 我也是挺挺同情的 我也是挺同情男嘉宾的 你强调了几个解决问题 对吧 什么问题 哪种问题 什么性质的问题 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因为你的问题那么抽象 那问题回答的就可能抽象 只有当你的问题 只有当你的问题具象度很高 你才有可能得到那个 你直接要的那个答案 我是这么感觉的 我从原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